因为所谓的任务型编组的 民调中心就代表 我的任务要达成什么 就可以随时做好这个民调 所以今天这个民调公布出来 任务是什么 第一个我看到观察到 要告诉大家 现在台北市已经撒卡都 就是三足鼎立正式成行 好好笑喔 终于可以三足鼎立了嘛 因为他本来是落后到最后一名 所以没有办法真的达到三足鼎立 所以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三足鼎立 然后把陈时中拉到最前面 那当然刚刚亮哥讲 以为说是因为有个偷窥狂的广告 影片推出之后 突然声量暴增 成为第一名的民调主吗 就仔细一看 其实在9月2号就截止 所以他调查的对象时间急剧 并不是在这个影片推出之后 但是大家也觉得 难道这个声量可以影响吗 我还有看到第二点 就是女性 他居然在三位候选人里头 女性的支持度是最高的 其实这真的有点好笑 尤其是在这个 这次事件之后 会更觉得讽刺 如果我建议要做性别的调查 我建议他不如加上同志性别如何 就是你看他最近 称了这么多同志的议题 我很想知道同志是觉得被消费 想知道效果 还是被认同了 他既然都已经这么专注的 在做同志的议题 那他的任务型的民调 就应该要把他打的这个选民基准 给拿出来问那回馈如何 他的TA消费群 既然是这些同志族群 他们认同吗 他们认同同志都会这样爬着 这个窗户或是爬着厕所去偷看别人上厕所吗 那么更好笑他人设不断的转换之下 这个民调当然是要告诉大家说 他的民调 他支持度不是最差的 他也不是台北市民最讨厌的政治人物 正在努力的转型 所以还转到了跟孙子 在除夕夜拍的照片 除夕夜像中秋了 对 除夕夜照片拉出来在中秋用 那就是一个代表想要转型 成为一个阿公的角色 可是还好真的是 还好是在除夕夜拍的照片 如果现在拍孙子可能会问阿公你为什么要偷爬到 厕所上面偷看别人上厕所 你会想让你的孙子看到 你拍的这样的影片吗 那么这个代表的意义跟 交给孩子们的画面是什么呢 而且这两天不是刚好就有新闻 今天才有了 又有偷窥狂被抓了 那被偷窥的 每个被抓到的嫌疑犯都会说 阿松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是吗 那所以这是给孩子的示范吗 他一下子想要转型成从 鸡霸同志族群里面想要争取认同 到温馨的阿公家庭的概念 那么对女性或是两性平权的概念的 性骚扰的议题 要转到我对于家庭的这种认知跟温馨 差太大了 凹太硬了 这个玄珠姐今天张院长是怎么跟你说的 今天其实自由时报任务型报纸 头版就是张善政 头版二就是这个陈时中领先的民调 所以任务非常的清楚 但是我真的认为在打这个过程当中 反而这些攻击的 从镜周刊今天有一大好几篇的报道 到自由时报今天报道 反而帮了张善政 怎么说 他除了刚刚说接送这个发言人的部分 他讲得很清楚 从来没有多绕一点点路 那通常是跑到很晚的行程的时候 顺道就在车站旁边 让个女生的同事先顺道回家 那个公堂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说 原来民进党在乎这个啊 那他不是让郑文才每天公务车 公务行程 市政的车辆去跑市政行程吗 蔡英文不是每天在关底 然后带着大家选举行程 带着所有的水户 跟他一起跑选举行程 用我们人民所有的为安的钱 再跑选举行程 行政中立这个很重要的概念 原来他们在乎啊 至于说张善盛的这个意见 我为什么会认为说 最近点是帮他辅选式的攻击 因为从攻击他的计划案 把他拿来跟一般的论文类比 大家就已经觉得 这是智商大考验了 那到现在呢 在对公务车 然后他的绯闻 做追杀的时候 其实一下子这个大选 早就跑打过了 就是2020的旧案 我都还怀疑说 哎这是怎样 直光倒转 没问题 跟他打 那个一下子就可以解释过去 基本上民进党从来没有在乎过 所谓行政中立跟资源不可以滥用 到选举上这种事情 突然就拿这个标准来检验了 但是我觉得 今天的整个报导里面 还有两件事情 非常觉得可以拿出来讨论说 反而帮了张善政 一件事是什么 他居然把这个 张善政一开始就讲啊 我那个 五千多案不是只做 那几页报告 还有整个配套三年的计划 包括了考察行程 跟很多的研究报告的 这个说明会以及论坛 那所以这个新的报导里面 他一篇说 他居然到澳洲去考察 四天跑了四个行程 而且自由时报 还画了地图 包括静周刊也是 四个城市这么远 他四天跑四个行程 然后立刻配套的攻击 就是说绿委 民党立委就攻击 他说你以为这是交通考察吗 把一个农业的考察 弄成交通的考察 可是张善政的回答就很绝妙 他说难道我要像林志坚 一样去关岛 带二十几个都跟业务无关的人 然后好好的晚拍写真旗 才叫做不浪费公堂吗 这不是更说明的说 他在精简预算 还有紧凑的行程里面 要执行任务这件事情吗 这件事不是帮了张善政 还有第二点 另外静周刊一篇专门写说 要证明他跟洪基的关系有多好 大概是五百万到一千万这个急剧 所以他说你看 他跟洪基关系有多好 可是你不觉得我们大家看起来 还是觉得很好笑 代表他在民间企业一个上市柜公司 可以拿到这样的薪水 是不是个人才 反而是证明 你再一再提出这些举证 都是证明张善政行 很多人不行啊 他是人才 所以民间企业才给他这么高的薪水 可是他却放下了这么高的 民间企业的薪水 愿意降薪降薪再降薪 去政府机关服务代表什么 反而代表了他还蛮不在乎钱的 在一个做公 在社会的服务里面 他有他的理念跟价值 这不是两个反而帮他吗 当然亮哥刚提醒我说 他讲公务车不是为了讲滥用资源而已 在讲绯闻 他是擦边球吗 我今天早上也在讲 因为他太太张 对不起不要讲名字 那个姐姐啊 就是我跟他还比跟张善政还熟 常常跟他吃饭聊天 他就传给我看说 有人传给他一件慎重其事的态度 告诉他说 告诉你你要镇住 你要稳住坐住 我跟你讲我所知道 接下来民党要爆料张善政 跟小学同学的初恋爱情 所以他的回答就是哈哈哈哈 如果是张善政所爱 我也会钟爱之类的 就是说他这个所谓的宅男科技男 他跟太太的感情 真的是超好 然后很多善爱的方式 都让我起吉利克打 我必须这样说 那么你要硬要去扯 到一些八卦跟绯闻的时候 这种影射的效果 如果只是捕风捉影 是不会有用的 因为那个只会让整个方向更凸显 民党没有东西可以打而已 2020年就打过了 如果这么厉害可以打早就打了 那我们现在只有看到正韵棚 现在的疲于奔命叫做 是文餐2.0没有政见 然后立挺继续论文事件的时候 有空要打一下 打一下张善政 这种候选人才会凸显的说 民党是已经整个在落后 一个慌张交集荒腔走版的样貌 但是喜秋姐 今天他们同样也另外继续吵 就是NCC嘛 就是说张善政的这些农 接给农委会这个报告书里面 也有引用 而且是不当引用NCC 还说他是复制了60多页的NCC报告 张院长针对这件事情 他也说个清楚了 他讲的倒是蛮清楚的 他把这个著作权法的条文拿出来 告诉大家只要著作权法里面规范 既然政府标案正式已经通过的案件 就可以交给所有的全民 就是一个公开的资讯 可以公开使用 那只要引用资讯可能有标注 甚至没有标注 因为他是可以使用甚至重制 重制在这些选拟里面都可以被接受 所以基本上如果这个重制 或者是引用都在合法的范围之内 他又是这个题目是用来研究 整个国内外所有的相关农业的一体 电子化数位化 还有溯源的相关的资料研究的时候 那用上了这个资料 自然在法律上也就没有疑意啦 那所以基本上过去讲六页 然后其实这叫做类 这要怎么讲类自入报导吧 类新闻自入报导吧 它就已经是由农委会发给了 近周刊跟自由时报的报导 而且里面还特别强调说经过了比对不只六页 后面还有六十页 通通都是好几个篇幅一模一样 那这个有好被贴上的这样的嫌疑如何如何 内部认定如何如何如何 这代表说农委会新政已定 他已经准备往这个方向走 只是呢丢出来让媒体炒作一下做做风向 最后好像假公正在出来 用个审查委员会的方式 再来认定你是不是违法 这个剧本写好了 农委会主委还是假惺惺的在惺惺作态 但真的真的不要忘记 这个案子所有的预算剥裂 还有剥给还有审查 是哪个单位 农委会 还有苏家权 当时的农委会主委 相关当时主管的主委 他已经主任 他已经出来讲话了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以司法机关一样的 来约谈相关的人的话 那你也要约谈苏家权 还有其他的人 这个责任 陈吉仲你不要以为 你打别人一巴掌 你跟你自己没有事 这是你主管机关 你曾经合发的业务 你审查的业务 其实为什么这个农委会相关当事人 必须要跳出来讲话 因为如果他不出来澄清的话 就代表他当时的审查过程 就是赌职 如果让公务人员 背上了这个赌职的罪名 硬要冠他罪名的话 他又没有选举 他又没有干嘛 他就是按照政府机关的 审查程序来做研究报告 而这个研究报告 是不是对后来农业发展 数位化 溯源管理 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至少 如果你真的澄清 要追究责任的话 恐怕这个商人一千 自伤八百甚至更多 现在已经没东西 可以打的情况之下 你要承担的后果 也不要小看啦 对 海黄鲍鱼干贝XO醬 它是长时间的 细火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纤维供演到一炉进去 前面的蛋白质 它是鸡肉牛肉 虾的三倍之多 营养来源更加的丰富 推荐给大家 记得要输入 CTI567 CTI我辣7